在這時就分享一下今次去亞洲的宣教 去到那裏,我見到很可惜的就是他們是很困難的 我形容一條街,那些基督徒住的街是怎樣的呢? 是很修理的 路邊的坑渠,那些水是又髒又稠的 我形容得很像芝麻糊 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問過,你們會不會因為這些而有疾病 他們都說是有的 他們那個地方是很失修 很多路都是很爛 很多地方都是有些水流出來 現在下雨季節,那些水可能會升到膝蓋高 因為那些渠流得不好 那些跌塌塌的東西都走出來 所以是很不衛生的 這個情況我們看到的地方很困難 還有他們的婚姻又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我們感謝神在香港有自由 不過自由有自由的問題 最好有自由而有輔導 用神的話以輔導 他們的婚姻有很多困難 怎樣困難呢? 就是小部分的人是可以有自由的婚姻 很少很少的 普通來說,他們就是怎樣呢? 就是父母或者他們的家族 或者領袖 就要安排那些婚姻 而安排那些婚姻呢? 可能是小孩子的時候已經安排了 你兒子和女兒將來大過結婚了 他完全不知道他將來是甚麼人 然後呢? 有一種安排就是他們可以拒絕的 但另一種安排是不可以拒絕的 即是你是不是都好 你一定要和那個人結婚 結果帶來一個甚麼問題呢? 是很嚴重的 就是有很多基督徒離開了信仰 因為他離開信仰 他脫離了家庭 他就不受那個控制 他就為了結婚 離開了他的宗教 去跟從另外的宗教 另外的情況 這是第一個情況 他說有百分之三十的女性 基督徒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離開了信仰 然後第二件事發生 就是有很多人自殺 包括有牧師都有自殺的情況 就是他的婚姻太痛苦 所以他自殺 這個又覺得很可惜 那第三個情況 就是很多人都很軟弱 和擔心那些小孩子 即是年輕 即是十幾歲 已經擔心將來是這樣的 那我去到那間學校 就看到一群都是年輕的女性 但是年輕又不是很年輕 我看樣子就像三十歲二八歲 然後問他們 你們有沒有結婚 他說沒有 他說通常二十三四歲就結婚 那你應該超過二十三四歲 不是應該未到 應該超過 他說不是 我們二十二歲 但是樣子好像三十歲 是這樣的 在那裡 在那裡和我接待 那個Bisham 他是三十六歲 我是沒有想像的 他的頭髮 是有差不多一半是白色的 那些牧師 有些人 五十歲的頭髮是白色的 所以我說我六十五歲 他說 哇 六十五歲就這樣一樣 他們是沒有難相信 而且他們多數人是六十歲 五十五歲 六十歲就死了 即是五十五歲 六十歲 很少人六十歲 因為五十到五十五之間 因為健康的情況很差 其實我看到那些雷 我覺得他很辛苦 那些雷 站在那裡很得頭得計 但是在路上 可能要被人鞭打 就跑得很快 有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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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很重的 重量 晚上都走 看看那個主人需要 有時候 十點幾 我們聚會完了 他還在路上走 動物都受虐待 但是有一點很特別 就是那些小朋友很開放 在路上走 有些小朋友和我們壓手 包括基督徒的區 他們跟我們壓手 可能他在教堂見到我 因為我又不記得 誰是在教堂 但是那些小朋友 跟有些地方的小朋友 是很不同的 即是有一種很開放 當他安排了一晚 我跟那些青少年 講信息 他們很喜歡 他們就說 想牧師再給我去 有機會 不過後來都沒有機會 即是他們那裡的年輕人 跟這裡不同 可能他們壓力大 所以跟長輩沒有那麼左 疏遠 這是一個好處 但是他們 其實他們的敬拜 在那個教堂很投入 經歷四零也是常有的 但是是因為家庭壓力 和那些人的擔心 所以他們的熟練生命 也都是軟弱的 有一個姐妹 所以當我為他祈禱的時候 就發覺他有邪力 他就說很暈很暈 麻痺 頭痛 心口又有痛 即不是一齊發生 即是說這麼多事情 還有作嘔 跟他祈禱 挺困難的 為什麼呢 他是一天釋放一些 然後他晚上回去說很辛苦 為什麼呢 因為他裡面的生命有很多問題 他裡面的擔心 憂慮 各樣的人的指控 他有心事奉神 但他都被這些邪靈困 其實其他也可能有些人有 不過我們沒有機會接觸 但是這個人呢 他又很乖 他又很情緒 他又很想得到釋放 他一有機會就來 我到最後一天都為他祈禱才走 他第一天祈禱好一點 到晚上又差 他告訴我 第二天祈禱又好 晚上又差 他之前都是不差的 但是那段時間 祈禱搞起了 他說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那些邪禱搞起了 所以就會差 但是到最後一天 他就送禱 他說前一晚就睡得好 這個是感激神 但是過程呢 我就幫他處理生命 就是放下一些重大煩惱 不要憂慮 不要受人影響 他的心平安了 他告訴我 他很坦白 當我說 那些人做得不好 你不用那麼緊張 他說一些不好說話 你不用放在心上的 你放手 他就問我 重複 起碼兩次 How 他說重點是 如何 我說你連續他 其實他都受很多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你 那你就不要放在心上 你又連續他 祝福他 搖摔他 這樣 他還有放手 譬如他說 我爸爸有很多問題 我說你放手 你能夠幫得多少 我幫多少 你不能夠揹上他的問題 他到最後一天 鬆一點 和我發說 國家人很少笑 他們沒有什麼經歷喜樂 有喜樂都是不笑出來的 因為國家都是在壓力之下 痛苦 是擔心 因為很害怕擔心 將來結婚的人是誰 他不喜歡的時候 有時候人們會想到死 其實就是說 他們的教導也不太好 沒有教導他們 以致他們為什麼要逃避自殺 就是去自殺 所以這個地方是困難的 亦都是危險的 而且沒有什麼安全感 一天停電 周時是二十幾次 二十幾次停電 三十幾次停電 整天都一陣子 我試過洗澡停了三四點 在洗澡停了十 不過因為酒店是有後備電的 我去過教堂也有後備電 我講過一遍 又停了電 接著他就見到他有個 嘖嘖嘖 嘖 拔了一些generator 即發電機 嘖嘖 接著就開了 就可以開電了 在這種困難的情況 但是神也是保守他們 他們在聚會是有大槍的守衛 在崇拜那天是有幾個大槍的守衛 他們本身有四個 警察可能有四個大槍 還有一群艦沒有大槍的 還有那些路是找 一個有鐵絲網 一個找棍 我發覺他晚上聚會 全部都有支棍 打橫有個架 浪起 車不能過 就只是行人過 就是為了保護的緣故 我去到那裏都是 我跟那些人拍照 我有機會給大家看看 去到聚會是有守衛一層的 酒店也是門口有大槍的守衛 去到那裏都是有人陪著我 確保我是安全的 其實當地的警察都是幫助我 他是有幫助的 他確保是安全的 他不想再有這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能夠幫到他來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我會繼續幫助他 其實我們去到世界不同的國家 都看到很多困難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廣闊的心 我們香港真的很平安 路又滑 比很多地方都好 在美國也有很多大街 三分之大街的路 也有很多專門的 香港的路是很美的 很多人不知道 香港比很多地方好 感謝神給我們一切封聖恩 我想散 Beispiel 夜盾 李 mineral 你太好了 天愣 他 point 你的地方 你趴來